Hello 我是Abraham 今天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怎樣移民顧問可以幫到你申請夫妻團聚 亦都可以避免你的夫妻團聚申請 要進入這個上訴機制 好 那為什麼要講夫妻團聚呢 因為很多朋友都說 他們現在結婚 打算因為香港的情況 決定回流回來加拿大 第一件事 如果你的其中一半是有加拿大國籍 或者是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 但是你的另一半是沒有 最正當的方法就是申請夫妻團聚 但是有很多人就說自己搞 但是不知道搞到什麼情況 搞到一塌糊塗 就要我們的移民顧問出手 那第一件事 最容易拿東西的地方 你那個證明 很多其實你的證明文件 根本都不齊 有時候移民部一看 就知道你就出事了 除了文件之外 還要有很多很多證明 我經常見到 我們試過做一些案子 就是夫妻團聚的證明 其實他得的資料 是少得可憐 這樣他已經去到移民部 差不多要拒絕他申請的邊緣了 他就來求我 叫我幫他接手 那我就接過一個這樣的案子 就是很差很差 我們怎樣去救回他 他重新 我們把他的家族 和加拿大的歷史 我們重新寫過出來 我們要幫他寫了一些很詳細 他和加拿大這個地方有什麼關係 也要講完他 其實他為什麼很想來加拿大 但是很多事情 其實如果你自己做 是做不來的 我們移民顧問 就是專門幫這些 夫妻團聚解難 試過有一些客人做了之後 他真的說很開心 因為這些案子 是可以 我叫做性命有關 如果一個家庭 他們可以在一起 就好看這個政府 批不批他們的夫妻團聚 所以每一次做這些 我們都可以說是人命關天的 如果大家很怕 你自己申請不到夫妻團聚的話 記得來找我 我是持牌的 加拿大官方持牌的移民顧問 有什麼情況之下 我一定會幫到你 記住 有什麼問題的 schedule一個免費的諮詢 就是gointocanada.ca 下面填一填幾個字 發個email過來 我立即會幫你去做諮詢 好 今集時間講到這麼多 下次時間再和大家聊一下 拜拜